其實秋天到了 我應該要開始趕做秋裝了耶 秋裝 我應該穿不到了吧 我最近的業績是很穩定啊 只不過我要開始設計 新的遊戲軟體可能會比較忙耶 天堂玩得到搶你的新遊戲嗎 我那算沒課人都排到年底了 叫了我看 乾脆過完年我們再去好不好 OK 你們過年去 我在天上看你們玩 好啦 不然你繼續說 我有一點事情 我先回房間了 天堂啊 你是不是覺得去北京沒意思 那我們可以換個地方嘛 那這樣 不會 不會啊 這個北京也不錯 我也沒氣過啊 去看看你也好啦 我真的有事 我親親親去處理一下 你別再看 媽看起來不太對勁喔 你怎麼都沒有說話啊 旅行的事情都沒有意見喔 你叫我怎麼有意見 我再一個月就好拜拜了 現在說什麼都很瞎嘛 好 我是想說尊重你啊 你想去哪裡啊 我們就去哪裡 那我想去希臘 怎麼樣 不去北京啦 爸 我們兩個結婚到現在 連蜜月都沒有度過 我當然想要去 比較浪漫的地方啊 生命只剩一個月 也能度蜜月嗎 對 那不如啊 你們先去希臘度蜜月 等度完蜜月之後呢 再到北京來跟我們會合 來不及了啦 為什麼來不及 笨蛋啊 我怎麼把心裡的話 都說出來了 我是說了 一個過年的期間 要玩希臘跟北京 我怕行程上面 會來不及了 對喔 這樣算一算 好像有點趕耶 那要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呢 就現在先請假 然後去希臘玩 之後過年的時候 再跟爸去北京玩 怎麼樣 這樣嗎 可以… 好不好嘛 好不好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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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都對你撒嬌了 你就答應嗎 老公 在這裡真的很娘耶 好噁心 再叫一次 大哥